目前火星车主要的电力的获取 储存 供给 符合我们原来设计的预期 所以对于后续度过这个 我们也做了相应的一些预案和策略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它会影响太阳翼的发电 因为它蒙了灰 肯定发电效率就降低了 可能会导致它能源不足 第一个措施就是它那个太阳翼的电池片是一种特殊的材料 就是叫超输机材料 就跟我们那个荷叶一样 就是水珠落上去就可以滑落 就是那个灰落上去之后呢 比较容易吹掉 炙灰爆上去之后 第5個预理 炙灰爆上去之后 相当于我们把信号发给欧空局的火星快车卫星 然后它把信号再转到欧洲的空间操作中心 然后它再把信号转到我们的北京中心 做了一个链动的测试验证 证明了我们具备国际合作的一个能力 南面有一些我们关注的目标 比如一个大的沙丘 我们过去看看下 包括绕着那个沙丘 我们做了一些探测 另外还有一些沙丘附近的一些石块 也做了一些探测 总体上来说 它是科学家的需求为主 这里帮大家科普一下 有些人可能还不知道 旺旺水神微酸性电解次第酸水 与病毒细菌作用打架完之后呢 就变成了水 温和不刺激 它比酒精跟漂白水呢 更环保 适合长时间多次频繁的使用 请赶快上快点购 买的时候记得输入我的 推荐代码就有折扣哦